看看新闻榜 现年36岁的盛品如 一个也没落下 再看看被幸福营绕 年长他19岁的魏秋化 这位55岁的中年女子 嘴角挂满甜蜜 宛如妙龄少女 魏秋化这个名字 观众可能有点陌生 不过只要看过 九五版的《神雕侠侣》 你一定记得剧中 那个既端庄 有俏皮的黄蓉 其实你不说呢 我也知道你姓什么 你姓杨 对不对 你 你怎么知道我姓杨啊 我不单知道你姓杨 我还知道你姓杨 迷故 近年来魏秋化 转行投资生意 淡出娱乐圈 这一次重新回到公众视线 竟然是通过 和盛品如感情一事 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盛品如也不是普通人士 四年前开始担任 香港亚洲电视台执行董事 年轻有为 算是香港地区 排得上号的黄金单身汉 不过比起她的工作成绩 盛品如名声在外的 是她长长的绯闻名单 2010年和亚姐吕晶晶 2012年再搭上落选港姐陈继平 两段恋情都是圈内公开的秘密 只是从实至终 盛品如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单身汉 然而就在不久后 盛品如就被拍到云嫩摩唐子锐 在酒吧大尺度轻易的画面 偷拍视频中 盛品如疑似对酒醉的唐子锐上下其手 只是当被媒体追问时 盛品如竟然将责任都推到女方身上 毫无担当之意 从年轻女子到成熟郁姐 盛品如历任女友的岁数 遍布各年零段 只是每次都以朋友二字定位女友 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子 才能彻底符合她的心 对于和盛品如年龄相差19岁的望年恋 很早就出名的月历年长的魏秋化 并不一定会飞蛾扑火 魏秋化曾说 自己和盛品如差距太厉害 不可能交往 不过年底将要推出写真 倒是很有可能 让她来客串一下做男主角 两人是否在商谈阶段 就提前坠入爱河 也是没准的事 新闻在线 编辑报道